我们平时常说汽车排量1.5,2.0,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?排量又是什么?又有什么作用呢? 汽车的排量是影响汽车动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,在普通家用市场,甚至可以说是排量越大,动力越大,同时油耗也越高。 汽车的动力来源于发动机的四冲程做工,燃油在发动机内部燃烧,产生的热值,推动发动机活塞,转化成机械能,也就是汽车的动力。 同时间内,产生更多的机械能,就必须要燃烧更多的燃油,就要让发动机气缸内进入更多的燃油。 同时间能提升燃油燃烧效率的方法,正常情况下有四种。 首先就是把发动机气缸做得更大,同时让更多燃油进入气缸燃烧,产生的动力自然就会更大。 第二,提高发动机转速,虽然一次做工燃烧的燃油质量没变,但做工的速度更快了,普通家用汽车的转速一般最高也才7000转, 但F1赛车最高可达2万转,动力同样提升了。 但想提升转速,也就要提升发动机的工艺精度,制造成本太高了,所以在普通家用车市场,不可能给你用2万转的发动机吧。 第三,提升发动机的进气量,同时进入发动机内的空气多了,也就能跟更多的燃油进行混合燃烧。 所以就出现了两种增压方式,涡轮增压和机械增压,机械增压比较少见,我们常见的就是涡轮增压,缩写为T,1.5T,2.0T,就代表了排量1.5或2.0的发动机使用了涡轮增压技术。 第四,提高燃烧效率,燃油燃烧的最佳空燃比为1比14.7,一公斤燃油比例14.7公斤的空气,但现在的车,空燃比基本已经做到了极致,尽无可禁了。 所以,在普通家用车市场,能提升车辆动力的方式,也就只有两种,把发动机气缸做得更大,还有增加发动机的进气量,使用涡轮增压技术。 现在我们回到汽车排量的问题上,排量就是指发动机气缸的容积大小,活塞从上指点移动到下指点的距离,也就是活塞移动的空间,就是气缸的容积,整个发动机的气缸容量总和,就是发动机的排量。 比如,一台四缸发动机的排量为2.0升,那就代表它的单缸容积为0.5升,一台三缸发动机的排量为1.6升,那就代表它的单缸容积为0.53升。 一台六缸发动机的排量为4.0升,那它的单缸容积为0.67升。 所以,汽车的排量越大,整个发动机的气缸容积越大,同时能燃烧的燃油就更多,产生的机械能也更多,动力越强,油耗自然也更高。 如果在排量的后面带上T,就是使用了涡轮增压技术,理论上来讲,涡轮增压能让发动机提升20%至50%的动力,不同的厂家有不同的调校,也会有不同的效果。 所以,2.0T的发动机,基本就相当于2.5-3.0之间的自吸发动机。 记得点赞关注,下期我们讲排量,扭矩,马力,功率,它们之间的关系。 请不吝点赞关注,下期我们的频道,扭矩,马力,功率,赞关注,赞关注。 感谢观看